22. 新華澳報 兩內地團旅客集體遺腸炎民署 用善餐廳衛生一般 2015年7月27日 P01頭條 本報信 衛生局接獲兩宗集體遺腸炎個案 涉及兩個內地旅行團共27名患者 他們病情已好轉 無需住院 民署食看中心表示 現場衛生環境一般 內地團客儀食物中毒送院衛生局表示 經初步調查 一宗事件涉及一團來自杭州一行五十人的旅行團 該旅行團自7月23日起從杭州前往香港 自此一起共餐 於7月25日下午二時在香港某餐廳進食午餐 食物包括蝦、蟹、花甲、魚等海鮮 該旅行團於7月25日晚抵達套門 沒有安排共餐 團圓各自安排晚餐 至今日凌晨一時 陸續有八人出現腹痛、腹吐、 腹射水讓變、頭暈等病 當中五人於7月26日上午前往鏡湖醫院急診就診 所有病患的病情已好轉 無需住院 該旅行團於7月26日下午離澳 上十八名病例中只有四人僧在澳門一起進食消效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 考慮進食史 潛伏期或徵狀 該事件由香港進食的海鮮餐引起細菌性集體為腸炎的可能性較大 衛生局已即時將流行病學調查資料通報至香港衛生處 以便作進一步跟進 另一宗事件涉及一團來自武漢一行24人的旅行團 該旅行團自7月23日起從武漢前往香港 自此一起共餐 於7月25日晚抵達澳門 抵捕當晚約十時 團中十九人一起前往位於羅神父街的好麵線餐廳 進食牛腩麵、牛肉麵等 自翼日凌晨二時起該十九人陸續出現腹痛、狗套、 輻射水讓變、頭暈等病 七人於7月26日上午前往鏡湖醫院急診就診 所有病患的病情已好轉 無需住院 該旅行團於7月26日下午離澳 同團活有在該餐廳進餐的另外五名團友並沒有出現病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進食史、潛伏期或症狀 本事見由好麵線餐廳飲食細菌性胃腸炎的可能性較大 衛生局已即時將流行病學調查資料通報至民政總署食品安全中心 以便作進一部跟進、民處跟進、用善餐廳衛生一般 食看中心以即時聯絡跟進及派員前往提供食品的餐廳 進行衛生調查、並要求採取改善措施 食看中心會繼續了解最新情況及跟進事件 其中一宗懷疑食物中毒事件之攝氏食品由位於浩門羅神富街好麵線餐廳提供 十九名來自武漢京香港到本澳的旅客於七月二十五日晚上約十時到該處用膳 其後均陸續出現為腸炎病徵 其中七人到本澳鏡湖醫院就診 民處直報後派員前往現場進行衛生調查 並抽取食品及環境養本進行檢驗 現場衛生環境一般 食品儲存狀況及溫度需改善 食看中心已即時要求負責人員對食品製作的區域及公餐地點採取衛生改善措施 加強食品衛生管理 尤其食品儲存方面必須符合衛生要求 另一宗事件涉及來自洪州的五十人房澳旅行團 根據衛生局提供的資料顯示 當中有百人於7月26日凌晨陸續出現胃腸炎病徵 食看中心於接報後與衛生局進行協調聯繫 由於事件懷疑是早前在香港進食的海鮮餐 引起細菌性集體為腸炎的可能性較大 衛生局將有關個案向香港當局作出通報 以便進一步跟進 食品安全中心呼籲業界必須遵守食品衛生及安全之要求 注意環境及個人衛生 在處理食物時應注意良好衛生操作守則 確保食材和食物的儲存及製作過程安全 生熟食品應妥善處理 避免交叉污染 食品應徹底煮術材可食用 煮術後的食品應存放在適當的溫度 進食前應徹底翻熱材可食用 另外,消費者亦應選擇有良好衛生環境及對信譽的食肆 與對食物衛生狀況及質量有疑慮 應停止購買或食用 這些套養 利 strange 測退